欢迎您再次回到节目现场 在美国每个人都有一辆汽车 那么面对市场上这么多的保险公司 还有竞争激烈的保险费用 我们要如何正确选择适合自己的汽车保险呢 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华行保险专员Berry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嗨Berry你好 你好 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在挑选这个保险的时候 都会先看这个list上这个价钱最便宜的 大部分人都会选择这样子 那么突然发现了外一出了事情的时候 哎呀这个保险公司怎么不保呢 所以你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当然便宜的价钱大家都在乎 那所以可是当然你今天保这个保险 是希望发生了事情的时候有这个保障的存在 所以我建议大家的话 当然先去了解你自己保的内容 你保的内容当然也不是说有什么全部都保 OK 当然你需不需要这个 像我们车子保险里面有这个租车的条文 如果说你家里面已经有三部车子 而只有你一个人开 那太奢华了 就不需要租车 可是实际上如果其中有一部车子撞坏需要修的话 你需不需要保险公司提供你30块40块一天去租车 那你就可以省掉这个保费 那当然先了解说你自己有哪些东西 我需不需要这样子 然后保额到底是什么保障 那我们知道了自己的需要在哪里的时候 再去找这么多的保险公司去做比较 因为其实外面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保险公司 光光加州的话就有上百家的保险公司 那你这么多的保险公司里面 当然我们建议是要保大的要服务好的公司 那同样的话你大的公司有了也要价钱要适合你 因为没有一家公司是最便宜的 如果有一家最便宜的话 那大家就只有一家保险公司就足够了 那可是每家公司都有咱们针对的市场 针对的人 针对的区域 针对的车型 所以真的就是依照你的情况而改变 然后去比较 对你这个说法非常的贴心 就是因人而异 看大家需要什么就去买什么 不要随大溜 跟别人买什么你也买什么 那对于其实小孩子来说 年轻人学生 对于他们买保险 其实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折扣的 是不是 在不同的阶段会有些不同的折扣 跟我们来说是折扣好不好 对 当然学生的保费年轻 年轻的话保费应该是最贵的时候 那可是学生最容易的话 就是如果说你是全职的学生 好学生折扣 那当然每家公司提供的这个百分比都不一样 好学生的折扣的话最主要就是你一定要是全职 那你怎么这个说明他是好学生 怎么样能说明他这个就是一个好学生 是要看GPA吗 要看GPA 3.0 平均B以上 OK 那如果说你是3.0GPA 然后有12个学分 很多念大学的 有的时候 现在我知道很多很多学校很难拿课 对 可是一定要拿到12个学分 你拿到12个学分的话 又有3.0的GPA 最近的成绩不能够是去年或者前年 两三年以前 两三年以前 保险公司一般这种折扣的话 他们给的通常是蛮多 但这个他们一定要我们提供这个证明上去 所以这样子学生就可以有些折扣了 是 这蛮不错的 那么对于这个一家子人来说 那就比如说一辆车下面我们可以放好几个名字 那么你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大家都可以放什么样的人名在车子里面呢 最主要你在保这个车子保险的话 当然你拥有的车子 你要保哪些车子 那到底有哪些人要开这些车子 最主要保险公司是要你保的是 你一个屋檐之下 一个家庭之内 所以夫妻两小孩子住在一个屋檐下 哪怕孩子今天在外地念书 他都是要加入这个家庭的保险里面来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有人是不住在家里 但我经常会借车子给他开 那如果说一个礼拜就会借他一次 一个月有好几次 那这样子的人就是属于regular driver 经常开这部车子的人 那这种人的话也要加到你的保单里面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跟你住在一起的人 没有要跟你保 你不想付这个人的保费 那保险公司就会要你签一个白纸黑字 签一张exclusion form 就排除这个人 那万一这个人开了车子 他们就会不赔赏 就像你刚才说的 一家人里面小孩子和家长都是可以一起保的 对不对 但是这个价钱是不是不大一样 小孩子应该说来讲比较高一点点 但是有家长的保 是不是就会降低这个价钱呢 对就是看我们怎么安排 当然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很多保险公司agent的话 我们有这个能力去把这个 哪个人放在哪一部车子上 那如果说年轻人开的比较少 你们车子如果说家里两部 然后有三个驾驶人员 我们可以把这个年轻人放成是 occasional的driver 他只是周末用车子 或者他用的比较少 或者他开的车子不是比较是轿车型的 那如果真的要是在星期一到星期五出了事情 因为你刚才说 你是把它放在周末嘛 那万一真的是在一到五出了事情的时候 那这个怎么办 保险公司也能保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只要我们所有在这个保单上面 三个人三部车子 谁都可以开哪一部车子 然后什么时间 没有约束时间 在什么时候可以开 不过对于年轻人来说 买了新车 那一定是要买全保嘛 对不对 对通常来说 当然要不要买全保的话 年轻人他的驾驶记录比较 他的经验比较少的话 当然最好还是把这个东西买上了 了解 非常谢谢Berry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当然还有更多有关保险方面的问题 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 我们学习爱情统广告 马上回来